给我买个手机呗 就是能拍照的那种 那年头买部手机几乎天价 曲灰自然是婉拒了莉莉 可莉莉不依不饶 李娟男朋友都给她买了一个 可好看的 看着曲灰作难的样子 莉莉生气的转身就走 没办法 曲灰只好妥协 用一个多月的工资 给莉莉买了一部手机 她拿着最新款的手机 立刻成了室友羡慕的对象 这让她的虚荣心暂时得到满足 然而曲灰那边就不太好 因为把钱给莉莉买了手机 也就没钱寄回家给母亲看病 她内疚地向母亲道了歉 虽然母亲体谅儿子的不义 可曲灰的心理仍旧过意不去 为了女友和母亲都能兼顾 她开始趁着午休时间在外接私活 想着能多挣一点试一点 等攒够了钱就给母亲做手术 可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 反正我觉得 这女孩不怎么地 人家对我挺好的 我就是劝你多长个心眼 别人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曲灰却仍旧选择相信莉莉 不料莉莉竟有了新的想法 她羡慕室友小华有汽车接送 她男朋友一出手就送个电脑 莉莉的潘比心立刻汹涌起来 于是又闹着曲灰给她买电脑 可一个好点电脑动辄上万 而曲灰的工资也不过一个月三千块钱 曲灰心里翻嘀咕 究竟莉莉对她的喜欢是真心的吗 于是曲灰试探莉莉的真心 还让她发誓这辈子一心一意只爱曲灰一个人 莉莉虽然心虚 可为了电脑她照做 就这样曲灰一咬牙便送了台电脑 可她发现买之前百依百顺笑脸相迎的莉莉 电脑刚一买到手 就对她非常不耐烦 这让曲灰十分失落 只是还不等她想清楚 女友就又出幺蛾子 这天莉莉哭着找到曲灰 说她爸爸出车祸住院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曲灰也没多想 一心想着要替莉莉筹钱 曲灰去找经理预支工资 还说是自己母亲住院需要手术 经理也是个好人 想着帮她便向公司申请 给曲灰预支了三千块钱 这些钱要从每月的工资里扣除 而莉莉却拿着钱不知道去哪里挥霍一通 可万万没想到 莉莉这边刚稳住 妹妹就打来电话 说母亲住院需要紧急手术 这可急坏了曲灰 她已经没办法预支工资 只好找朋友借钱就急 一步一步下来 曲灰身上已经负债累累 而伴随着曲灰的逐渐负债 莉莉就要实习了 可别人都是四处托关系找实习单位 而莉莉在这个城市不认识什么熟人 于是找工作的事又落在曲灰身上 曲灰作为男友自然责无旁贷 她再次去找经理帮忙 经理很喜欢曲灰这个人 看重她踏实上进 还是有意提拔曲灰到新店当经理 可曲灰却犹豫了 她不想与莉莉两地相隔 经理看她年轻思想简单 便没有说什么给她机会考虑 又脱关系 把莉莉安排在国企单位做秘书 原本单位是不收实习生的 是经理说尽了好话换来的工作 偏偏莉莉不知道珍惜 还觉着端水扫地的秘书工作 配不上她大学生的身份 让她感到无比丢脸 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莉莉离了职 然而面试却处处碰壁 无奈她来找之前宿舍最有钱的室友小华帮忙 小华有背景 人又长得漂亮 她的身边不乏年轻富二代 遍地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的朋友 于是小华给莉莉介绍了个朋友 这个男人是个富二代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某家企业的老总 富二代一眼就看上了莉莉 一个电话就帮她安排到银行工作 可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小华提醒莉莉 这些男人不会白白帮助别人 一定是有所图谋的 还让莉莉做好准备 与其说为了工作 不如说为了满足虚荣心 莉莉竟然妥协了 富二代带她逛奢侈品服装店 又吃昂贵的西餐 仅仅一天逛下来 就直接将车开到了酒店 富二代的目的清楚明了 曲辉用尽心思爱了莉莉四年 到头却成了别人手里的玩物 莉莉在曲辉和富二代之间 她选择了富二代 可怎么和曲辉分手 成了她最大的难题 于是莉莉又想到一个计谋 她对曲辉说 自己曾在夜总会上过班 又说自己配不上曲辉云云 她以为这样贬低自己 就能让曲辉主动放弃她 可她低估了曲辉对她的爱 曲辉虽然生气 却还是选择接纳莉莉 甚至觉着 是自己让莉莉受了委屈 以后要更爱她才行 莉莉看着曲辉甩也甩不掉 索性直接一走了之 连电话 曲辉去找了莉莉所有同学 大家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只是说有个男人帮她搬的行李 于是曲辉整天在学校门口蹲守 因为不管莉莉去哪里 她总得回来办理毕业手续 然而这天 曲辉见到了小华 她着急地打听莉莉的下落 曲辉为爱太执着 小华有些于心不忍 便将莉莉和富二代的事交代 眼看着事情败露 莉莉不得不来见曲辉 即便分手也应该把话说清楚 临走前 莉莉还甩出两万块钱 就当是这些年对曲辉的补偿 莉莉的绝情让曲辉十分气愤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真爱怎么能被几个臭钱打败 于是曲辉回到宿舍 给母亲写下一封绝笔信 即便豁出姓名 她也要个说法 曲辉打电话给莉莉 约她见最后一面 说有东西要给她 莉莉得知曲辉愿意分手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见一面就当给这段感情画上句号 可曲辉却拿出这些年她的记账本 除了寄给家里的 她挣的每一分钱几乎都花在了莉莉身上 四年下来 总计在莉莉身上花了七万八千四百元 莉莉那两万块钱 怎么补得了这些年的付出 更补不了曲辉四年的真情 曲辉这样做 是希望莉莉想起曾经的回忆 不要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曲辉甚至以死相逼来挽留莉莉 可事与愿违 莉莉不仅对曲辉的行为无动于衷 甚至连最后一点脸面也不肯留 直接就破口大骂 满眼都是厌恶和嫌弃 莉莉看曲辉越看越窝囊 恨不得立刻离开她 莉莉的冷漠惹怒了曲辉 就在她转身的瞬间 曲辉的刀同样调转方向 捅向了莉莉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陨没了 而此时 楼下的富二代迟迟不见莉莉出来 打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正要派人上去查看时 却看见曲辉满身鲜血地从楼上下来 曲辉的执拗不仅害了莉莉 也搭上了自己的后半生 这是一个让人叹息的故事 既然不爱又何必伤害 人和人生来就带有差距 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虚荣心 去践踏别人的真心 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让人气愤 也正因为同样的悲剧越来越多 导致谁都不敢全心全意爱一个人 怕被辜负 怕被骗 更怕无疾而终 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怪象 人人多一点真诚 世界就少一些套路 不要被无尽的虚荣心吞吃了自我 人的贪婪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最终定会呆